哈喽,大家中午好,我是TCUP 欢迎大家收看我的这个影片 还有这个Facebook Live 这个Facebook Live就会跟人家来谈一谈 EMS龙头VS Industry的季报 那么季报不是新鲜出炉的 它是前天9月27号就出炉了 然后它出炉过在昨天9月28号 它的这个股价是不跌,反而是有起少少的 所以就特地整理了这个资料 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这一个蛮多人关注的一家EMS公司 VS Industry最新2022财政年Q4的季报 开始来做一个Disclaimer 这个影片里面所有的内容和资料仅供参考 还有主要用途 绝对没有任何的买卖建议 请大买卖致富,任何风险机会损 本人一概不负责 那么VS Industry最新出炉的季报 是它2022财政年最后一个Water的业绩 所以这个Water的业绩 看上去其实不是很理想 它的营地只有34.57个Million 虽然它的营业额就有1Billion以上 但是如果投资者看到这个营地 应该不会很开心 34.57个Million 这个营地是按年下跌16.67% 然后QQ是下跌32.6% 那么这个这个季报这个业绩里面 其实它的盈利是历史新高 因为它有很多一些一次性的盈亏 所以现在我们就来看看 这边顺便讲一下 VS出了这个季报过后也顺便宣布 它派发每股 0.8C的Dividend 那么这个是VS最新6个季度的 营业额 Cross Profit 还有盈利 然后呢 还有它其他的一些 这些一次性盈亏 包括一些脱售的盈利 外汇上的盈亏 还有Impairment Loss 那么先来讲之前的季度 这一个2021Q3的这个季度 是它营业盈利历史新高 所以它当年这个季度 它的Revenue1.07B 然后Net Profit 73个M 所以是一个历史新的业绩 然后这一个季报里面 它的一次性盈利 只有大概0.6个M 所以它的Adjusted Net Profit 还是有70多个M 所以是一个历史新高 那么之后呢 它的Adjusted Net Profit 你就可以看到它慢慢往下跌 就跌到去30到40M的水 这个最新的我们大概讲 在2021Q4这一个季度 其实是有FMCO的影响 影响了公司工厂的运作 然后再加 然后这一个季度 它的Adjusted Net Profit 稍微跌了10个M 所以如果你看Net Profit的话 其实跌更多 但是里面有一个30M的Empayment Loss 所以加回去是62M 那么接下去在2021的Q1 它就开始遇到 这个PCBA的订单减少 然后它的Labor Cost 就是Raw Material 还有这个Supply Chain上面 都一直遇到问题 然后成本就一直上涨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的这个 Gross Profit呢 就越来越低了 它的Cost of Seals一直增加 然后在2022的Q1 它是有设立这个疫苗中心 会帮它的员工打疫苗 所以又会有更多 在一些别的Cost 所以就让它的这个盈利呢 就走下坡了 那么来到最新这个季度 最新的季度 虽然它的这个Net Profit Reported Net Profit 是34.57M 但是这个Quarter 其实有很多的一次性的亏损 也包括8.9M的Disposal Gain 0.2M的Forex Loss 还有38.2M的Impairment Loss 所以如果我们把这一些 Impairment Loss 还有一次性的亏损全部拿掉的话 那么其实VS Industry 在最新的季度 它的Adjusted Net Profit 是有81.88M的 which is 高过 它在2021财政年 Q3的72.75M 所以排除这些一期性盈亏 这一季VS的盈利 其实是历史新高 所以这一季呢 它的这个订单交付的 Delivery Order就增加了啦 然后它的开销也开始受到控制 Growth Stopping Margin就改善了 所以关于它的这个Growth Stopping Margin改善呢 它就没有很多的去comment 它没有去讲它到底这个Growth Stopping Margin为什么会改善 所以 Either是它的这个产品价格呢 有增加或者是它的Product Mix改善 或者是它的这个开销呢开始跌下来啦 那么这个就开 我再Compute多一个Table 给大家看一下 这一个是它Adjusted的Net Profit 前金色的 所以前金色的 Net Profit在最新的Growth Stopping Margin是81.88M 这个是排除所有的一时性盈亏 所以用这个81.88M来算呢 VS最新的Growth Stopping Margin是有8.15%的 所以用这个Adjusted Morphic来比较 它的盈利呢是WY成长12.6% OK 这边来讲一讲 VS其中一个在过去几个季度 都一直在成长的开销 也就是Depreciation 因为VS之前买了工厂 买了D 所以呢它就有做很多扩张 所以在最新几个季度 它的Depreciation是一直在增加的 在上两个季度就破了30M 然后这个季度呢 进一步增长到31M 所以这个Depreciation 虽然是一个 non-cash的expenses 但是呢它是会在 income statement上面 影响我们的Profit的 所以这一个就是在 Jouhoi Park Senai Airport City这边 VS在2020年的年尾 就买了这个DP 然后2021年的年尾呢 它又在买 个比386,000m2的DP 所以这个DP上面呢 它们现在正在进行扩张 所以需要买很多的机器啊 那么这些机器呢 就会增加它们的Depreciation Expenses 这个是VS在过去 5个季度所花的CAPEX 那么它在2022Q2 花了最高的CAPEX 就是这个季度用了73M来做CAPEX 然后最新这个季度呢 是用了36.67M来做CAPEX 所以VS一直持续有在投钱 有在投资在它的这个扩张上面 那么这个是VS在 过去5个季度它的一些财务数据 所以它的资产还有它的净资产呢 在过去5个季度是一直是增长的 那么它的净资产呢 也是在过去5个季度增长 那么目前VS是一家 NAT DEBT 进债务321M的公司 可以从上个季度287M增长到这个季度321M 所以它目前是一家净资产的公司 那么它的存货在运行这个季度 增长到925.66M 所以这个它在Prospect里面有讲到 它是囤了很多的原料 因为它们在之前有遇到这个 供应链的问题 所以它们就可能怕了 所以就要提早做准备 趁现在有这个能力呢 继续囤一些 未来会用到的这个RAW material 然后它的Receiverables呢 是保持在1B左右 所以这个是可控的一个范围里面 那么最后来讲一讲它最新的Quarter的展望 所以展望呢 它就讲到全球的这个市场 还是有很多不确定性的 然后通货膨胀呢 就一直压制着这个消费意愿 为什么它会讲到消费意愿 因为它的客户呢 很多是做一些Consumer的Products 所以如果这个通货膨胀 让这个市场的消费意愿降低 有可能就会影响到客户的Products的Demand 从而就会影响到它的订单 比较好的一些消息就是 公司的这个Labor shortages问题呢 劳工短缺问题目前已经得到改善了 所以已经有一些外国劳工陆续抵达 然后供应链跟物流的问题呢 是还是存在的 但是目前呢是受到控制的 然后公司已经存够了特定的原料 for未来客户的订单呢 公司就用这个字保持reasonable 会保持合理 也就是说现在的订单可能是一个正常的水平 那没有很多也没有很少 然后预计在下个财政点就会交出满意的表现 因为现在这个已经是Q4最后一个Quarter了 最后讲一讲VS的估值 那么因为我这边也算了它的adjusted net profit 所以如果我们用它的adjusted net profit 来算它2022财政年调整过后的这个盈利的话 那么会是200.77M 所以目前呢VS的股价是97C 所以用这个97C 还有这个盈利来算的话 它目前的PE大概是18.6 所以这个18.6的股价呢 对于EMS公司来说应该是一个合理的股价 现在其实有一个EMS的公司 它是一个EMS的IPO股正在开放预购 它叫做Betamex 那么它主要是cater这个automotive industry 所以这边有没有观众呢 是有兴趣要我介绍这个EMSIPO股Betamex的话 如果有的话欢迎你留言告诉我啦 那么如果你有意在网上开个股票户口 欢迎你tm我017-392-6-020 online很轻松就可以生前开到户口了 然后也欢迎你join我的youtubemembership 如果你是在youtube看这个影片的话 下面有一个J O I N版是the join button 我也更改的按下去 就可以join我的youtubemembership支持我 然后也看一些专属的影片还有文章 欢迎你join我所有的资讯分享平台 包括我的telegram channel instagram facebook group 还有一定要subscribe我的youtube channel 我是TCL 谢谢大家拜拜 by bwd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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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